人标记,中国人造太阳全球领先,原料无限。 这才是改变宇宙的中级能源科技,11月12日,中科院等离子体所发布消息称,我国的东方超款ASAT目前取得了多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包括加热功率超过10兆瓦,等离子体储能增加到300千焦,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达到1亿度的,这标志着中国的人造太阳,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众所周知,原子核在裂变核聚变的时候,都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如太阳就是以核聚变的方式产生能量,并向太空当中释放光和热的巨大星期,其热能和光能反射到1.5亿千米外的地球,并为地球提供了存在的基础。 正是因为核能的巨大潜力,长期以来,人类都希望将核能可控化。 目前的核电站,就是以核裂变的形式产生能量,相比于传统的煤炭方式,核裂变电站能拥有巨大的优势。 例如产生100万千瓦的电能,需要消耗50万吨没有,但使用核燃料,只需要30吨。 但对于核聚变,目前人类只能掌握清单这种不可控制的核聚变反应形式。 如何将核聚变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利用起来,变成可控的,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因为核聚变的原料是无限的,只要掌握可控核聚变,人类就能掌握无限的能源。 可控核聚变的基本过程是,利用刀可穿在高温高压环境下放出电子和中子,形成等离子体, 然后两者的原则可重新结合成,还并在结合过程当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将这一过程可控化,有几个基本的难点, 一是提供高温高压,环境形成刀穿等离子体,二是约束高温等离子体,三是获取吨转化能量。 首先,高温是形成等离子体的先决条件,等离子体是指电子中子脱离原子核之后和原子核形成的一种离散的状态,是物质的第四种形态。 但高压目前没有办法实现,能提供高温度,就成了唯一的发展方向,这一温度通常都在异度以上。 其次,是如何约束高温等离子体,可控和聚变中的等离子体,处于生意度的高温当中,因此只有让它悬浮起来不和容器接触才能实现可控,否则任何接触都会使容器融化。 苏联人最早想到了磁悬浮的方式,依靠磁场来时等离子体,悬浮在磁场环境当中。 理论上,约束的方式其实包括重力场约束,观性约束和磁约束,重力场约束地球上很难实现,观性约束是目前所有恒星的核聚变方式,但观性约束中核聚变的反应时间太短,无法持续进行, 只有磁约束最有可能实现并最有前途的。 苏联托卡马克120世纪50年代,苏联莫斯科·库尔恰托弗研究所,创造出了托卡马克装置,及最早的磁场环流器。 这种装置通过通电信圈提供磁场,上等离子体悬浮其中并完成核质变,这一装置成为了所有核空核质变装置的变迹者。 此后各国都发展了自己的托卡马克,属德国的ASBAX欧洲的JET,日本的JT60,美国普林斯顿的TFTR等,其中美国的技术较为先进。 1995年,美国TFTR获得了中心温度5.1度的等离子体,并在核聚变中产生出了大量的能量。 但是TFTR装置获得的能量,还是小于提供高市投入的能量。 因此,装置整体并不能达到低投入和高产出的设计目的,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可控核质变面对的问题。 最终该装置也在1997年被拆解。 美国TFTR中国的可控核质变研究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最初获得了苏联的托卡马克装置。 70年代,中国开始自己生产小型托卡马克,建设了CTU,KTU,HT6B,HL1,HT6M等独割装置。 90年代,中国开始建设中型托卡马克,包括HL1M,片绿七维型的HL2,HT7等。 中国环流12号HL2AR在大型装置上,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刚刚去的重大实验突破的List东方超环。 东方超环的全称是大型飞原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质变实验装置,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可控核质变装置。 估计上大部分托卡马克的等离子体持续时间正在20S以下,欧盟和日本科学家曾获得最长为60S的等离子体,而Est东方超环在此前就获得了411S的高温等离子体。 但这还不是Est的最终目标,东方超环A-S-A-T-A-S-D最终的目标,就实现中心温度1亿度以上,并将高温等离子体的存在维持至少持续1000秒,只有达到了1000秒的持续反应,才能获得持续的能量。 目前,中心温度1亿度以上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而1000秒的持续反应,还需要继续提高。 当这一目标达成后,中国就将建设更大型的托卡马克,将投入与产出达到商业化水平,并最终实现商业化的可控和质变。 因此mos,我们可以啥知拥来的代表。 选择在于90秒的回事模式提供。 我'相信,中国就将又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